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清洁干净 你上班化妆很容易就会造成毛孔堵塞 产生黑头粉刺痘痘等等 这还没完呢 皮肤上还有一些看不到污染物 也是需要被清洗掉的 像是空气中的废气 PM2.5像极微小这种颗粒 您千万别小瞧这些污染物了 它们的存在可是会刺激咱们的肌肤 从而产生色白的作纹等等的问题 所以说洗脸是咱们护肤的第一步 要是连脸都没洗好 那又是弹和后续的护肤有效果呢 是吧 哦 我懂了 那洗脸是不是洗得越干净越好呀 不不不不 这洗脸洗干净了虽然很重要 但是洗的过程当中 您还不能太猛了 咱们都知道人体最大的机关是什么 当然了 是咱们的皮肤咯 皮肤是人体很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 可以理解为人体自带的一个防御罩 这个防御罩可以避免咱们的身体 内部遭受外界的一个侵害和刺激 同样的 脸上的皮肤就是脸上的这个保护屏障嘛 当我们频繁去洗脸 或者是洗脸的时候用力过猛了 那这个保护屏障就很容易被给了缩了 那如果屏障受损 就相当于是脸上的这个保护罩坏了 那皮肤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个污染和伤害了吗 就好比一个苹果 破了皮不就容易变黄 变皱变干吗 有史可见您在洗脸这个事上 可以懒一点 揉一点 洗脸的频次不宜太多 早晚各一次就已经足够了 洗脸的时候一定要放清那个力度 像是给脸做一个SPA的感觉 这样子才能带走脸上的脏东西呢 我每天都有洗脸啊 难道是我的洁面乳选的不对吗 那用什么洁面乳更好呢 洁面乳当然会对洗脸的效果有一定影响了 咱们在选择洁面乳的时候 要避免选择配方太刺激的产品 太刺激的配方会改变皮肤的酸碱值呢 不利于肌肤表面的均群平衡 也容易导致皮肤表面过于干燥紧绷 使得咱们的肌肤得不到滋养 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肌肤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成分温和的洁面乳 那什么是成分温和的洁面乳呢 那什么是成分温和的洁面乳呢 第一高效清洁 能洗净脸上的一个污染物 第二呈弱酸性 切合肌肤的一个酸碱度 那第三呢 舒缓保湿 柔润皮肤不会紧绷呢 咱们来举个例子 比起造肌的一个斜面乳 氨基酸和洁面乳就更为了一个温和 因为氨基酸本身是呈弱酸性的 不会对咱们的肌肤的酸碱值造成一个影响 能在洗干净碾的同时 做到温和心肤不刺激 所以想要肌肤健康 洗碾就非常关键了 氨基酸的洁面乳是您温和洁面的首选 想了解更多美肤小tips 继续关注美肤解惑 丽灵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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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